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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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回来了回来了啊 刚才那个啊 到一小时了 到一小时了啊 刚才了 到一小时了 到一小时了啊 到一小时了 谢谢 谢谢 谢谢战友们 刚才到一小时断线了 抱歉 到一小时了 自动掉线啊 这个路德和小哥 我不知道你们录播了没有啊 我可没有存啊 我可没有存啊 我没有存啊 但是现在路德先生和小哥 录的我每次都很差 特别差 这俩人现在越来越不认真了 这个越来越不认真了 谢谢 谢谢木兰 谢谢 谢谢啊 谢谢 路德在直播 好好好好 希望路德先生和小哥你们都弄好啊 我这都丢了 我来存的没存 有你们在 我就不需要存了啊 我也不要广告费 你们都挣广告费去吧啊 我不在乎点击量啊 我不在乎点击量 我也不在乎广告费 我只要战友们知道就行了啊 不是基础问题 一小时自动转播 我今天为什么没有用郭媒体呢 因为郭媒体啊 正在一个升级 现在不太稳定 咱有一个大杀器啊 又开始用了 这两天骇客我们郭媒体的每天五十一到六十一次 每天五十一到六十一次 我想要帽子 对不起了 帽子基本没了啊 帽子没了 第二批来要再说吧 我接着刚才说完 文贵没有任何政治诉求 没有名义诉求 没有利益诉求 更不可能 这功劳啊 都是战友的 都是任何人跟我办法关系 这功劳 我求求谁 在推特上别再废了 别说文贵的功劳 别再说了 有啥用啊 这CCP没了 你说我狗屎 我是骗子 强奸犯我都开口姓 CCP在 我们啥都不是 我们都是一些口炮党 所以我见了这么多 这几天天开会啊 那么多牛人 我就告诉他们 我说千万别在乎郭文贵是谁 你也别相信郭文贵是谁 郭文贵就是个强奸犯 流氓 骗子 口炮党 loser 逃犯 但你就记住 如果郭文贵说的话 有信息管用你就记住 不管用你就不要记住 战友们就要记住 郭文贵做了什么 然后咱们CCP完了没有 其他你都别在乎 不要 不要 千万别说文贵啊 你厉害 文贵完美 我从来不认为 我跟任何人比 我有优点 但跟任何人比 我比谁都垃圾 为什么 我的经历我知道 我是在毛史坑里游泳出来的 我在驱空里游泳出来的 郭文贵身上没臭味 那你骗谁呢 我信奉的就是上天 上天之神 他是正义的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这就是文贵所追求的 什么叫垮了之后怎么办 这就是共产党 我说兄弟啊 你们问这话的人 我就很不高兴 什么叫垮了之后怎么办 共产党一个很欺骗人的事 说共产党垮了怎么办 这个世界上没有共产党的国家 都是最好的国家 没有共产党 中国人民会管得更好 凡是说这话人 你脑子都是有大问题的 中国早就没有共产党了 什么党 黑社卫党 竟然问这种话 唉 有时候战友们有的问题 让人很伤心 你说这样的老百姓人家不欺负你 人家欺负谁呀 人家不强奸你 强奸谁呀 人家不抓你 抓谁呀 人家强奸你 你说 你要不强奸我了 我咋办呢 是不是啊 没有强奸我咋办呢 人家拿着强 比着你老婆孩子把你杀了 说你要不杀我咋办呢 你说这还有这种事吗 人一个国家被强奸了 被盗国了 你说没有盗国了 没强奸犯了 你好不好 你当然好了 所以说 头两天 几个美国中共的老朋友 老老朋友 我跟这哥们又干了一张 我说 你曾经说你爱中国呀 要中国人和平啊 演变 你说几十年了 中国经济发展有民主了 经济发展有民主了吗 给你民主了吗 我敢给美国电视台说 共产党说 一切都听党的 一切都是党的 爹亲娘亲不如党亲 我说 你们谁知道 在场的没有一个人知道的 我问你为啥你们不知道 天下有这么好 你只看着共产党的钱 我说 抢着我们老百姓的钱 他现在要抢你们钱来了 你们害怕了 你现在anti-CCP 我说 因为他要抢你钱了 我说 然后你老说 没有共产党中国怎么办 我说 我现在问你 没有共产党的美国怎么办 谁给你钱呢 谁来给你顾问费啊 我说 我告诉你 没有共产党了 中国人 万万个老百姓 世界企业家 会有一个加开马 一个马发腾 一个王建立 一个平安的马明哲 会成为世界企业家 他们会光明正大的来送给你钱 给你做顾问 你绝不用担心 你不用老是依靠着强奸犯 到国犯来给你顾问费 我说 你的时代over了 不要在这行骗了 再蒙骗中国人说 没有共产党 中国人就没有安全平稳了 只有共产党的管理中国 就像共产党宣传一样 跌尖娘亲不如党亲 只有共产党的管理中国 你放狗圈屁你 我真的 我特别 我昨天非常粗鲁地骂了他 他说 Miles 你有点夸张了对我 我说 就这么夸张 我说 中国人 问每个人都会骂你的 你们拿中国共产党太多钱了 他是骗了我们的钱 全人类上最荒唐的 就像刚才那边战友问的 没共产党了 垮了怎么办 你问问 谁要强奸你家人的时候 你问他 你不强奸了咋办呢 有这种荒唐的话吗 那下线两个王八蛋 你问问他 他老说爱共产党好 昨天问他每个朋友 我说 你咋不回 我说 你咋不回 我亲爱的老朋友 美国老朋友 你那么爱共产党 你咋不把移民到中国北京啊 你移民到北京去啊 你又不移民 就那下线两个王八蛋 我爱王岐山 你咋不把你老婆送给王岐山呢 你咋不把你妈送给王岐山呢 王岐山流冰毒 爱跟这个最年少的年老的女人玩 你把你妈送给他去 所以这帮骗子 千万不要中了毒 没有共产党怎么办 没有这个流氓 没有强奸犯 你会更安全 所以说 畅老了肯定是很危险的 所以说 畅老了肯定是很危险的 肯定苍老啊 我这一天丁人家一年过 能不苍老吗 苍老算啥呀 苍老算啥呀 这个 亲爱的战友们啊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就是现在孟宏伟的被抓 杀王岐山的事情 对党内巨大震撼 对全世界巨大震撼 王岐的夫人和王岐的儿子 和王岐的弟弟王伟 正在生命威胁中 任何一个人被杀 被消失 将引起另一波反应 这也是为什么当时我们愿意 把新闻记者招待会 推后的原因 等待的事情发酵 接下来王伟的家人被抓 被丢失 是一定会发生 大家走着看 走着看啊 然后还有更多的海外的 大名人企业家被丢失 然后国内的政法委更多人被抓 孙力军也会被抓 孙力军 记住孙力军 然后就是孟建柱被杀和被抓 我第一次说啊 被杀和被抓 走着看 所以亲爱的战友们 真正的属于中国人民 中国老百姓的时代来了 谁都改变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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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希望啊 所有的战友们在这里 能摆正自己的位置 摆正良心 比如说 有些战友你给我发信息 我真的没法回 很抱歉很抱歉 比如说你问我 你家猫怎么办了 你问我怎么办 然后说你换不换美金呢 然后说这个你家里边 谁有病要摆什么药物 我真没法回 因为每天都是 你看看四万多六万多的信息 我没法回 我希望你们能理解 不好意思 再一个重复的问题 我在直播中说了 你别问我 我也没法回 希望你们能够理解 你们给我点精力 让我去反共去 不要让我再去干那些事情去 另外一个 私人生活的事情 你别问我 我不可能回答你这些问题 再一个就是 郭媒体 已经成为大傻气 郭媒体现在多国政府 任何媒体没有不看的 可以说 你要说哪个国家大媒体 不看郭媒体是不可能的 时刻关注郭媒体 大家在郭媒体上 我求求所有国家不要转发我了 文贵发出的郭文你不要转发 因为人家都能看到 你转发了反而呢 我看不到你的信息 大家只是在下面留言 留言我会看到 然后人家也会看到 而且现在我知道在澳大利亚 在英国能用其他软件 翻译郭媒体 特别准确 准确多了 我们正在跟他合作现在 所以说前一天就到这儿 这个直播为止 我这嗓子都哑了 咱们为这个十四亿同胞 全世界人民 所以这儿也被祈祷 祈愿 圣诞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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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战友们 所有的战友们 谢谢你们 感谢所有的战友们的支持 我们共同创造和共同参与着 伟大的历史的时刻 谢谢所有的战友们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在这儿